美銀未臨估計, 滬港通仍可望在今年年底前開通 有內地學者就相信延遲推出是基於中央和特區政府 認為要先處理好佔領問題, 才能有時間處理滬港通 駐北京記者梁家寶說下 市場原本預期滬港通10月正式運作, 但就遲遲未公佈 有內地學者說, 滬港通的技術問題早已解決 估計仍未開通和佔領行動有關 占領中環, 擠壓決策層, 決策滬港通的細節性 技術難度很高的流程的時間 如果戰爭問題平穩解決以後, 他就會偷出手來做滬港通 曹華評估計, 如果佔領行動能夠在今個月底 至到下個月初結束的話 滬港通仍然有望在今年年底, 到明年年初正式開通 但是如果佔領行動持續得太久的話 滬港通各自的風險就會大為提高 如果香港一直在戰中不能夠確定的話 這邊自由貿易去發展得很好 它的國際化有這麼一個四個板塊的經濟支撐 那一天滬港通的重要性就會越來越低 他說如果上海和國際市場的對接程度增加 就有可能不再需要倚靠香港可以自行推出 例如是互聯網、金融等等 而美銀未臨預期, 滬港通可以趕及年底之前開通 在明年年初的計劃 在明年初的計劃 他們認為它會花了六個月 讓整個計劃準備好 在啟動的計劃 我認為他們並不確定 在啟動的計劃 在啟動的計劃 所以它是稍後 Ground work都已經準備好了 所以只是押響按鈕問題 他說互港通短期內未開通 反而令市場下行的壓力比較小 因為開通之後 資金流動如果不及預期 有機會對大市造成調整的壓力 亞洲電視珠北京記者梁家寶報導